哈喽大家好 我是羊羊 这两天叫翁嘛 就有点感冒 这两天是真的是睡了两天 吃饭都没力气感觉 中午吃完饭就又躺下了 所以现在我一会儿 我妹妹到我弄着起床之后 我吃点晚饭 应该可能缓过来 我这本身身体不好 如果一生病的话就感觉身上加霜了 就 在后现了吗 好点啊 好点啊 我现在活动活动 起床啊 嗯 睡了两天有点软弱无力的那时候 虽然说我一直生病 但是我宁愿坐着我也不愿意躺着 因为躺着躺着真的就把人讨废了 你知道吗 这好像实在是感冒感觉不太行 所以就是说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健健康康的 就宁愿就是出去打工赚钱 也不愿意宅在家里 就是这真的是正儿八经我自己的一个切身感受 就比如说拿去年的那个疫情来说的话 好多人都想着说希望给自己一个长假 放了一两个星期一两个个月这样一个长假 但是当那个你看去年疫情发生了 正儿八经这件事情 带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好多人都有希望说 哇快点上班吧 都别在家里 各种各样的弱势 什么搞笑的那种话语都出来了 但是其实啊 也真的确实就是这样的 生活有时候虽然累点 但是我们小小的允许自己休息一下 剩下的日子还是 拼命努力的生活就可以了 愿我们都在 愿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淡的生活里面熠熠生辉 加油吧 感谢大家 如果喜欢羊羊的话 可以留下一个你们的关注哦 谢谢